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后 在社交网拍片报平安 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五一同确诊 美国传媒报道 特朗普开始发烧 非常疲倦 呼吸困难 他正接受多株抗体鸡尾酒疗法 和瑞德西韦治疗 有消息人士说他的情况有点严重 特朗普对病情感到担忧 他同日埃曼离开白宫 前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院 预料会留院几日 白宫强调 特朗普会在医院继续掌权 履行公务 权力并没有移交给副总统彭斯 另外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 主持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记者会 除了特朗普抗例之外 还有五人确诊 包括前八公高级顾问康委 共和党籍参议员提里斯和迈克里 曾经与特朗普同场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已经接受测试 结果没有受到感染 他在密歇根州参与竞选活动时 祝愿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早日康复 又呼吁民众配戴口罩 拜登会继续进行竞选活动 但会缩减规模 避免疫情爆发 东网记者蓝豪杰报道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你不观看 以我所知 我甚至是有接触到一种 到有些传媒或教委 有些人 但最后的照片都是网上网我回来 不过我相应于 我一直人物是我的 不过我以前都有宣传 所以上网我认为女生 网上去都是教委用戏 但是 现在我现在好像才能看到 我现在随时就不会聯絡 我都覺得這個地址沒有人都有 很需要打電話 但是那些是不是你自己的老闆照來的 我真的有網上沒有回來的 就是意義在哪裡 純粹是認識女生 玩啊 聊聊天 他說這些我是為大家認識別人做的 我不逼人 但是因為我秀的樣子出來 所以現在被人拍照 因為現在是幾個拍照 就拍照出來 但是這個不太好 現在是輸了 沒有辦法 現在不會再做 有一宗未找到源頭的個案 是5107 他是22歲的男生 他是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讀書 最後一天上學就是9月29日 他29日就開始有點咳 就住在沙田翠嶺山莊 翠嶺山莊二座 然後30日就去急症室看醫生 他就在前伏期 曾經去過一間酒吧 就在尖沙咀的 就和幾個朋友 在尖沙咀的利袖商業大廈三樓 我們都聯絡過 因為都擔心會不會是那個源頭 我們都聯絡過那個酒吧負責人 他們已經得息消息 已經安排了他的員工做測試 我們都會聯絡當天和他們一起 一起光顧其他客人 幫忙安排他們做測試 另外他就除了去過酒吧 平時都在家裡多 他曾經在上學的時候 都有和一些同學吃過早餐 和他一起上學的同學 都是有戴口罩的 有二十幾位和老師 我們都會安排他們做檢測 那間學校 全校加上學生 老師其實同一天 曾經在二十九個上學 或者那幾天上學 都是有二千多位 我們都會安排他們做測試 還有間學校都會暫時停課 14天的 有中秋前三天 由於天氣太差 尤其中秋對上一天 是咳嗽 所以人腿腿腿的信念 是沒那麼大 所以中秋當日 是理想不理想的 所以前三天和中秋 第四天都是不理想的 昨天反而是無國關 昨天就作編 所以我想跟著他們那兩天 希望他們三天會比較好 因為中秋是有做月餅的 沒有公司 今年原來的餅都沒有做 所以自己是沒有了 一樣收入的 所以中秋由於這些 而月餅都不做 所以我們估計今年的 由於疫情 限聚令 經濟 還有所謂的油壓 都是少了的 所以生日一定是低的 對 以往這樣比較 差一點 差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多人 那你覺得現在政府有限聚令 四個人 四個人 會不會想再放寬多些 一家大小個人 不知道 他旺鬆我 就多些人 六個就最好 六個是最好的 對 八個也太多 對 對 八個也太多 但是你有沒有說 對這個疫情來講 有沒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不開心 或者 那些 都無奈 不過希望那些人 自己自摸 哦 但是你自己 都會繼續留在這裏 發殘 是的 但是你有沒有說 希望政府做些什麼措施 希望做一些疫情 放寬一下 希望他 過關那些人 自己政府 給你一些責任 不要說那麽放寬些人 喂 好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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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